嗨,大家好,我是修厨娘,今天我用猪蹄给大家做一个好吃的,一起来看看吧! 首先将猪蹄分解成小块,清洗干净,洗去血水。 锅内加水,凉水,下入猪蹄,加入葱姜,来点料酒,大火煮开。 接下来准备一些酱餐,准备六七个杭椒,切成小段,再准备四五个小米辣,切成小段。 大火煮开后撇去浮沫,捞入温水内,将猪蹄清洗干净。 热锅加油,放入冰糖,小火熬着糖色。 糖色熬好以后,放入冰糖,先炒至上色。 湿水炒至金黄色,放入我们准备好的葱段,姜菜,八角,姜叶和一点桂枝,加入一斤一斤。 加入提前浸泡好的黄豆,加入半碗清洗,加入生抽,来点蚝油,再来点老抽上色。 大火煮开,加入一勺盐,少来点白糖提鲜。 煮开以后把它给转到高压锅内,选择豆类提筋。 热锅加油,油热后放入蒜片,小米辣和黄椒炒香。 炒香以后,放入猪蝶和黄豆,翻炒。 舀入一勺盐猪蝶的汤。 翻炒均匀,炒至辣椒断生,即可关火。 一到开胃又下饭的猪蝶就做好了,真是太香了! 我是秀猪娘,喜欢我分享的视频,请查视频下方的点赞,强烈推荐一下吧! 谢谢大家,明天见! 再见!